就是謝謝你 然後就是一直 等一下 我不要謝謝他了我要換一個人 新人的話如果說是經驗比較不足 曾經沒有在百貨業待過的話 通常這時候抗壓性就會比較低 那可能這個部分呢就會要顧及到他心靈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心靈受創受到委屈 所以這時候學姐就要今天當心靈導師 現在的新人呢因為他們就是比較年輕有活力 所以我覺得他對櫃檯帶來的就是一種朝氣 歡迎你們成為我們克蘭斯大家庭的一份子 雖然學姐們呢有時候會比較嚴苛 但出發點都是為了你們好 那希望我們可以一起成為克蘭斯的美麗大使 愛你們唷 你現在的辛苦都是為了你之後的路 所以其實加油就是恭喜你成為我們正式的克蘭斯的成員 畢竟一個六十年經典的克蘭斯 你們要在三個月內把他學完 這個大難關你們度過很棒 基本上就是要花已經花很多心思跟心血了 所以不要隨隨便便放棄 你要怎麼去突破自己的心理的一個 等於是涉嫌 因為有時候像我自己接觸到的客人 我可能會一開始我會覺得說 這個客人好像只來看這個東西 但我要怎麼樣從溝通中 讓他去更相信克蘭斯 也更相信我這個人 因為克蘭斯其實是以植物的專家為主 你想要跟他介紹很多故事的時候 但是因為他們很心急 可能只想買東西或是只想聽你說 或是今天只想看看 你有時候就會被打擊到 我覺得對一個新人來講 他希望的學期環境一定是 希望能夠被關心被關懷 然後並且是溫暖的 我想要跟我們家的佩育新人說一下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帶過這麼多新人我覺得他很不一樣 他是一個很肯做然後肯問又肯學 我覺得他非常的男人可貴 而且他是一個很踏實 然後又沒有心機的女孩 我要謝謝琼玉 謝謝所有教導過我 帶領過我的學姐 讓我在這兩年可以有所成長 我想要在這邊跟我的學姐子琳 我想要好好的跟你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啊 就是很包容剛入行 什麼都不懂得我 謝謝雅芳跟雨柔學姐 如果沒有你們的知道 我真的沒有辦法進步這麼快 跟迎接有好多好多的話想說 那我很感謝你在一開始很相信我 可以做得到很多事情 我是覺得 我真的是認識你覺得很感動 然後我也覺得 未來我們要一起加油 然後我是你的直屬學弟 我相信我可以不讓你失望 人家櫃長還有學姐 然後其實他們兩個都很幫助我 或是Push我 有時候應該是說櫃台不只是業績 還有應該是團隊合作 因為他們也不會去攻擊你 也不會因為你業績好 然後去嫉妒你這樣 所以我真的很謝謝他們兩個 可以幫助我很多東西這樣 就是我想要特別感謝我們家的櫃長 就是你真的很機車 對 又很兇又很愛生氣 脾氣又不好 對 可是就是也是謝謝你 就是一直包容我們這些金魚 就是每次都常忘東忘西 然後你也沒有就是放棄過我們 這感謝就是我們的區長 就是瑞梅區長 其實他就是 因為我沒有接觸過化妝品 那他就是給我這個機會 還滿感謝他 中間其實也有想要就是放棄 可是他還是說你在就是在撐一下 他覺得我很棒 可能我自己對自己要求太高 對其實他就是在後面一直不逼我 那也對我很好 好